腾讯视频和腾讯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勇敢 很开心 大家用四个字总结一下自己的2019 一句话吧,2019年是很难忘的2019 我们展望了2020年 回顾了2018年 对,回顾了2018年,从2018年开始2019年 今年年的节目也是跟很多老公青三大一块唱歌 也是很有特色,很有意义的成绩,有这样的节目 跟他们合作的感受是怎样的 荣幸吧,首先德高望重的 我们的老师们在台上跟他们一起演唱一首 关于祖国的歌曲 那还是非常荣幸 也是很难忘的一刻 有没有趁机取经这样子 跟他们站在一起其实就是在取经 我们每一次的彩排 每一次的排练当中 老艺术家们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 就是艺术榜样 像91岁的李光锡老师 每次彩排都到 对,这个很是让我们感动,年轻人 那台练春晚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趣事 没什么趣事 都是喜悦的事 站在台上很喜悦 那你心中最理想化的春节过节方式是什么 最想,最期待,希望怎么样能过,怎么样过春节 家里边躺着呀 就是躺下休息 吃饺子 什么也不想 都要躺下 睡觉 所以今年其实参加门出晚之后也是会在第二天回家过年 对,回家过年 回家真的得躺三天吧 好好歇一歇 对 就现在已经开始摆着之后数着回家的日子 对 就马上那几天了 好的 那你平时是一个比较宅的人吗 我挺宅的 对,一般没什么事不会出来 那很少有没事的情况 因为现在都是工作嘛 出来都是工作 那如果不用工作的话,可以多久不出家门 可以一直不出 对 那宅在家会做什么呢 你看电影啊 然后打会儿游戏 然后创作创作新的歌作品 然后看些书 就这些 特别无聊 就是我的生活其实挺无聊的 就是挺无趣的 你说出去旅游玩 也没有那么足够的时间 所以确实有点无聊 现在有限的时间就想躺下 对 有没有那种类似熬夜刷完好几部电影 或者一部剧啊 经常的 对 看完电影 然后睡不着了 可以玩玩游戏 对 尽量的让自己早点睡吧 好 那因为今年是2020年嘛 所以想问一下 在2000年 还有2010年 以及2020年 分别在做什么 可以分享一些那年印象比较深的事 我天哪 2000年我在中专 对 就是学舞蹈 那个时候就属于懵懂的一个状态 太辛苦了 我都现在回想起 都是凌晨5点起来踢腿 对 那个时候就是大腿 那个肌肉就已经都拉伤了 也得要踢 就是一天都要踢几百个腿 就是一大早起来就要踢腿 就很惨 就是在我的印象里面 就是像学舞蹈 刚开始学舞蹈 就像那种硬的 条件比较不好的 就肌肉就是很硬的 这种小孩就很痛苦 那真的是生死历劫 那就是哭喊 那也得踢啊 拉伸 下树叉 就是那种 真的是很残忍 就是这是我的 在中专时候的 比较学舞蹈的经历 你看一想到就这些 很痛苦的 但是这些痛苦的背后 你一旦在台上的那一刻 跳得好的时候 又会觉得这一些痛苦 会转化为 欣慰 就是转化为一种自信 然后觉得 瞬间觉得 自己觉得值得 其实真的是 也是一步一步 说实话 就学舞蹈 比较苦 比较苦 今天我们也有看到 就是粉丝考古 考出来当初 你在文明团跳舞 对那个时候 你得跳的必须好 你不好 你很快被淘汰掉 然后你想在部队 文工团 那是要求非常高的 每一个动作 可能甚至第一排 第二排 全体 一个动作可能 一丁点的差错 你都不能出 就是军人 你可能有军人的 那个要求嘛 那2000年比较辛苦 那到了2010年 能影响比较深吗 或者 2010年 我好像 在大学 对 大二 那大二的时候 正式踏入了 这个音乐剧的 科班的这么一个 一个环境当中 就开始 踏入了音乐剧 喜欢上了这个职业 对 就那时候 热情 热情奔放 那在2020年呢 2020年 还是在音乐剧 从事着音乐剧行业 因为2020年 那个 变身怪异嘛 开始宣言 接下来 有几个全公司 我们 是春晚舞台上 你最期待的节目 原因是 老仲青 最精彩的 一段 深入人心的歌曲 我的节目 是春晚舞台的 颜值担当 谁最帅啊 你们节目里 李光熙老师 参加春晚 我 一般紧张 春晚排练过程当中 蔡国庆老师 真是小可爱 最想对 蒋大为老师说 谢谢 最想对 李光熙老师说 爱妞 真想推荐自己的节目 给 亲爱的你们看 如果大家在春晚的过程中 接到了你的错位图 我想说 凑合看 非常好 激动 喜悦 喜悦 激动 四个字形容 自己在春晚的造型 老 酷 帅 太难了 难 好 四个字形容 站在春晚的状态 英俊 潇洒 四个字总结 2019 2019 完美 忙碌 谢谢你 林老师 你给老手 啊 念完了 辛苦你了 有点反光 有点反光